北约的阿基里斯建 苏瓦乌基走廊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地名 不是地名 它也是在加里林格勒 跟立陶宛 波兰之间的 一小段开放空间 在哪里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这个波罗的海 加里林格勒重不重要 重要 它的海运 可以通往四通八达 通往整个欧洲各个的角落 它都可以去 后面会跟大家做详细的解释 而现在我先讲 这一条苏瓦乌基走廊 就是红线这一块 小小的一条 它距离白俄罗斯65公里 白俄罗斯与加里林格勒之间 唯一就是这个通道可以走 那么立陶宛跟波兰边境 这一条走廊更是整个北约 整个北约 如果要通往波罗的海三个国家 只有这个走廊 因为你不可能从加里林格勒跨过去 你也不可能从白俄罗斯跨过去 只有这个走廊是可以让 这个北约的各个国家 能够进入波罗的海三国的唯一通道 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苏联 俄罗斯 白俄罗斯 还有北约都想做控制 可是谁能控制 很明白嘛 立陶宛跟波兰嘛 这是我们两国的边界 所以这个走廊当然是我们说了算 当然俄罗斯说 不行 你们不能这么敌意 我的领土你把它切断了 我的人怎么办 你走海运 你绕一大圈 不行 他就是这么恶霸 你非开放给我不可 那么在和平的前提之下 然后你和平 你能够制造和平 让我们整个北约不要跟你起冲突 我就开放 俄罗斯说好啊 我开放啊 可是呢 当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 北约有了具体的动作 什么动作 我告诉大家 加林格勒的位置有多重要 立陶宛曾经在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 我直接跟你切断 就是我不让这个走廊开放 在2022的6月份 很明白 立陶宛说你侵略乌克兰 所以呢 这个走廊我给你截断 不让你运送物资 那当然俄罗斯说 好啊 你不运送 大家记得吗 在2022年的时候 俄罗斯说 立陶宛只要你敢让它截断 不让我的物资运进去 我就报复 那不得了 跟立陶宛 跟这个北约三 这个波罗的凯三国 如果作战的话 那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当时 就做了一次的接触与谈判 就很明白 欧盟跟北约成立国说 我们开始生效 制裁你 但是我不是全面禁止你的运输 我只禁止建筑原料 金属 煤炭 特定的基本物资 然后民生物资 我还会让你走 大家觉得奇怪 为什么禁止金属 为什么禁止建筑原料 为什么禁止煤炭 因为俄罗斯 在加里林格的这一块飞地 不断制造什么 飞弹 还设置核武 它不是只有摆核废料而已 它也设置核武 有很多的攻击乌克兰的飞弹 就是从这里 从这里 把它运送出去 甚至它也部署在这个地方 对于整个北约来讲 是非常严重的影响 所以北约说 我这些能够发展军事 金属 煤炭 建筑材料 我全部都进 那么民生物资让你进去 因为加里林格的 还有150万的人民 我基于人道 继续运输 所以俄罗斯也没有话讲 虽然不开心 虽然心中没有很能够接受 可是没办法 只有这样 可是在后来 欧盟就说 好啦 可以啦 我把这些东西让你进去 但是还是一样 俄罗斯的货车必须经过立陶宛 我要给你做检查 你除非是民生物资 你是建筑金属煤炭 我还是不让你进去 那么7月13号 欧盟做出了反应 认为加里林格勒之间的铁路过境 但是我让你运输 但是军事的装备 不能走这里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非常 它这个走道 说是个走廊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 铁路运输系统 运输的满满的火车 宽轨的火车 可以运输很多的物资 所以中国看到这个商机了 中国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就把他的眼光放在加里林格勒 你看这个中国风向测得有多快 而且可以帮他节省非常非常大的经费 谢谢大家